当我和姐姐同时被绑架 绑匪要我父母二选一时 我觉醒了炮灰替身的记忆 直到父母会放弃我 毫不犹豫选择姐姐 于是我决定要远离我的豪门家人 就在此时顾母开口了 不用再考虑了 我们选大女儿 顾夫面带愧疚和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对绑匪点点头 这是我们的决定 绑匪看向谢灵和顾清醒 你们呢 顾清醒毫不犹豫地道 我选我妹妹青瑶 谢灵像是纠结了下 才对我投了一个抱歉 又复杂愧疚的眼神 缓缓开口 我选顾风华 绑匪点点头 你们终有三人选了同一个 那我就放了他 他将抵着顾风华的匕首放下 并推了他一把 顾风华快步走到顾家父母那边 男子接着对我道 还有什么依言 赶快交代吧 又带着几分同情地对我挑拨说 你也是可怜 同样是女儿 却被家里人那么爽快地放弃了 顾家都是些冷血动物 你这未婚夫也不是个好东西 下辈子投胎 就是我倒霉 脸上的泪已经干了 我整个人看上去多了一种冷烈感 顾父顾母不敢相信地 看了一项乖巧懂事的小女儿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顾母带着几分失望的道 我们选择你姐姐 不过是因为她之前已经被绑架过 好不容易逃出来 不想她再受同样的苦 我吃笑 所以我就该受这样的苦 顾母一噎 我们又不会让你死的 你怎么就怨恨上我们了 我知道她口中的所谓 不会让自己死是什么意思 悬崖下顾家安排了救生艇 我冷笑 我不该有怨气吗 从顾风华被绑架到 回来的三年多时间里 您是怎么对我的 不但让我放弃喜欢的专业 还将我当做她的替身 我带着几分嘲讽的看着顾母 为了照不到你的情绪 我忍着恶心扮演顾风华 我为了所谓的亲情 去努力学习对故事有用的专业 为了你去学做菜 学对药善等 你将我当做顾风华的时候 关心照顾 可你发现是我的时候 却对我恶言相向 还说出 当初被绑架出事的人 为什么不是我 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母亲 该对亲生女儿说人话吗 我将想说的说了出来 难道我就不是你们的女儿 为什么我要为顾风华的是买三 她又不是我绑架的 现在在同样危及到生命时 你们还是选择了她放弃我 既然已经有顾风华 这样的宝贝女儿了 那你们 她倒和哥哥生下来干嘛 我没有你们这样 冷心冷肺的父母 从你们选择顾风华的那一刻开始 我心里已经决定了 我要和你们 以及顾家断绝关系 这时顾青行抬手鼓掌 青瑶说的对 她冷冷地看着顾父顾母 你们这样的 不配当我们的父母 她这次也彻底寒心了 真当我们兄妹 稀罕顾家和顾是吗 你们爱给顾风华就给她 要不是为了亲情 就那个冷冰冰的家 我们早就走了 又对绑匪道 你放我妹妹 我来替换她 她是一个男的 游游水平也不差 真掉下悬崖存活的几率更大 绑匪却摇头 这可不行 你的父母已经做出了选择和决定 我也不会改变 我也对顾青行摇摇头 哥哥不用代替我 我却不想再和她们扯 我眸色冷然地看向谢灵 所以你也是顾风华的爱慕者 追求我 其实也是将我当做了替身 谢灵的心揪了一下 发现顾风华朝自己看来 她明明从对我道 抱歉 她刚才做出了选择 也代表将我当做替身的是会浮出水面 所以没有再隐瞒 那我们分手并解除婚约 谢灵直直地朝着我看过来 带着一种错愕 显然没想到我会做这样的选择 我带着一种决绝地看着顾父顾母 你们既然选择了顾风华放弃我 那我就成全你们 不管之后我誓死是活 我和你们都将恩断一绝 从此之后我顾青瑶 和你们顾家再没有半点关系 我的亲人只有顾青行这个哥哥 又看向谢灵道 和你也是一样 从现在开始我们解除婚约 再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我死了 那就皇权毕落不相识 如果我侥幸活着 那咱们遇到就当做陌路吧 最后看向顾青行 哥不用担心我 我说完之后 突然踩了绑匪一脚 对方因为疼本能地 就放下了拿匕首的手 想去摸脚 就在这时 我转身几步冲到悬崖边 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了下去 我不但不会让顾风华如愿 更不会再回顾家 所以用决绝的跳崖 来彻底斩断和顾家父母的关系 并和顾家划清界限 是最好的选择 我落水前 听到好几声音 落水后 我很快将绑在手上的绳子正拖开 我并没有游到水面 而是释放开精神力 躲避顾家安排的救生艇 朝着反方向游去 大约游了半个小时 我发现前面停了一艘游艇 这不是顾家安排的 于是游了过去 靠近就见一名容貌俊美如斯 气质清冷的年轻男子正在海调 他用精神力探查了下 发现整艘游艇上 除了他之外 还有两人 我刚准备游出水面 开口询问能不能搭乘下他的游艇 而就在这时 年轻男子身后的一人突然发难 从后面猛地推了他一把 年轻男子就摔进了水里 在水里扑套了几下 渐渐地停止挣扎 朝海底坠落 显然不会游泳 而这时 另外一人见状被吓了一跳 想要跳下海救人 却被先前推人的男子拦住 两人打斗起来 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一幕 我朝着年轻男子游过去 搂住已经快要溺亡的人 直接用嘴给他肚气 并用精神力唤醒他 齐叶白睁开眼睛 就见自己在水里 悲鸣女子紧紧搂住 对方在给他肚气 见他清醒过来 我离开他的唇 搂着他朝着海面游去 很快两人的头伸出水面 齐叶白脸色发白 更甚至呼吸困难 一副快要喘得过来气的模样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莫名的信任 就自己的陌生女子 于是嘶哑着声音道 要 我见他的脸色很不正常 听到他的话 有了猜测 我带你上去 然后我用精神力作用 在那名推人下水的男子脑海 对方待置了一下 而就在这个空档 和他交手的另一人 趁机将他一脚踹下了海 看到少爷悲鸣 突然冒出来的女子就起来 他大大地松了口气 也来不及怀疑 对方的身份和居心 他立即扔下了救生绳 对我说 麻烦你再帮下忙 我点点头 将救生绳拉过来 系在了他身上 那名落海的人健壮 立即游了过来 想要阻止 我皱了皱眉头 对游艇上的人道 你先将他拉上去扶药 游艇上的人道 好 接着将棋业白往上拉 我才朝着那坏人游去 两人在水中打斗了一番 对方很快被我打得沉入水底 剑打不过我 他还受了伤 只能直接游走逃跑 我没有去追 毕竟这是法治社会 杀人是犯法的 而且逃得过初一 逃不过十五 所以又转身朝着游艇游去 那名男子放绳索下来 我抓着爬了上去 齐叶白服下药之后 心脏的疼痛和窒息 缓解了许多 他脸色惨白的抬头 看向刚上传的我 谢谢你 我觉得他看着面熟 接着看到他手里的素孝就心丸 搜索了下记忆里 一下知道他是谁 你是齐叶白 你认识我 我笑着道 你是咱们学校的男神 应该没几个不认识你的 我在学校见过你 是你的学妹 我叫顾青瑶 齐叶白清冷的脸上露出淡笑 现在认识了 多谢你救了我 我笑着白白手 不用客气 我也是顺手 齐叶白问 你怎么在海里 这貌似也太凑巧了 我自己跳海的 齐叶白和他身后的男子 都一脸惊讶 跳海 我如是说 我和我姐姐 一起被绑架到了海边的悬崖 绑匪让我父母和未婚夫 选择一个人放开 另一个则要被丢下海 他们都选择了我姐姐 我当时很气愤难过 于是就主动跳海 来和他们断绝关系 你还有未婚夫 他身后的男子 听到这问话 一头的黑线 这好像不是重点吧 重点不应该是 这个顾小姐 被家人和未婚夫放弃 被逼得跳海也太惨了 我解释道 在我跳牙前 我和他已经解除婚约了 齐叶白脸上的笑容深了深 这样的未婚夫 不要也罢 身后的男子也道 就是 简直就是垃圾 他带着八卦的好奇问 不过你父母选择你姐姐还想得通 怎么你未婚夫也选择你姐姐 难道他们背地里有一腿 我怂怂间 他以前暗恋我姐姐 但是我姐姐之前失踪了三年 所以他追求我 将我当做了替身 我知道今天才知道自己被替身了 齐叶白问 你姐姐是顾丰华 我挑眉 你认识我姐姐 齐叶白摇头 不认识 不过却听过他的大名 三年前他突然失踪 顾家疯了一样的找 我听我妈和学校里的人提过他 他想了想补充一句 不过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他虽然听学校里的人提过 说顾丰华在医疗工程方面很有天赋 可惜失踪了云云 但却从来没有关注过对方 听他这么说 我眼中染上一层笑意 原来如此 接着我问 我能不能坐你的游艇回去 这里离海岸边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我可不想游回去 齐叶白微笑汗手 当然没问题 他又体贴的道 我船上有新的浴袍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可以洗个澡先把湿衣服换了 那名男子像是见鬼一样的 看着齐叶白 一向不进雨色 会性子冷漠的少爷 还有这么体贴的一面 我洗完澡穿着浴袍出来 齐叶白先递给我一杯温水 你衣服已经洗好烘干了 他的游艇上有洗衣烘干机 我接过水一口喝完 又抱过自己的衣服 多谢 齐叶白眼中染上一层笑意 还有十多分钟就能靠暗了 我看你身上什么都没带 我送你回家吧 他接着想起来 我和家里人断了关系 又补充道 你要是不想回家 我也可以帮你安排住处 我不想回家 就麻烦你帮忙安排下吧 齐叶白微笑着道 你救了我 为你做这点小事不麻烦 我接着和他借了手机 按照记忆里的号码拨了过去 很快电话被接起 喂 哪位 我开口道 哥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顾青行呼吸急促了下 担心地问 我现在没和他们在一起 你没事吧 他这回正带着人 没事就好 他又道 这是就你的人的手机 你让他加一个我的微聊 将定位发过来下 我过来接你 哥 你不用来接我 就依旧装作找我的模样吧 我知道顾青行会担心 所以这才先离开打电话说一声 顾青行是聪明人 一下就听出来了他的意思 你也想玩了失踪 我勾勾唇 顾风华可以玩 我为什么不可以 我又问 哥 之前在悬崖上我无意中看到 跟在你们后面不远处 有人一直都在录视频 是你的人吗 他倾笑夸赞 我妹妹果然聪明 我就怕他们骚操作 所以让保镖全程录下来 也能有个证据 接着带着几分 少有的一本正经问 你之前在悬崖上说的话 是认真的吗 当然是认真的 所以我才问录视频的 是不是你的人 既然顾风华回来了 那我就什么都还给他吧 不然还以为我多稀罕顾家和顾氏呢 我这次是真的彻底寒心了 那样的父母和亲人不要也罢 顾青行先是沉默片刻 接着带着一种欣慰的道 你终于想通了 那咱们就一起 和顾家断绝关系吧 真没什么好留念的 他这次也彻底的对父母心冷了 他们对他这个儿子放任不管 他没多生气 毕竟从小到大 他们对他也没多少关心 他习惯了 可将妹妹当做替身之后 他们居然为了顾风华 又完全放弃他 他就真是怒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顾青行这个龙凤胎哥哥 在顾家的待遇还不如我呢 哥 演戏你会吧 顾青行掉锒铛的道 我虽然不会娱乐圈 但我觉得自己演技还是不错的 你想让我演继续疯狂找你的戏码 我轻笑着夸赞 不愧是我哥 就是聪明 我失踪几天再出现 你先找我两天 然后将另视频放出去 也趁机代表我和你自己 和顾家断绝关系 对了 你再帮我去谢家退个婚 顺带在圈子里宣扬下 谢灵的渣男被我扔了 顾家和谢家爱面子 可我却无所谓 要丢人就大家一起丢 再说错的也不是我 将我当替身 关键时候还被放弃了 我断绝关系也理直气壮 顾清醒唇角上扬 这个主意好 我一定办好 那我之后怎么联系你 我会重新去买个手机半张卡 之后告诉你 顾清醒点头 好 谢灵做的救生艇 朝我这边开来 我先挂了 清瑶 好 挂完电话 我将手机还给齐叶白 能不能再麻烦 你帮我买个手机 半张新卡 我之后挣了钱还你 没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齐叶白听到他和自己不见外 不但不生气 心里还莫名地生出一种 从未有过的雀跃高兴 两人又聊了几句 我去里间换衣服 另一边 顾清醒挂完电话 谢灵的救生艇就到了 谢灵一脸焦急的率先开口问 是不是清瑶有消息了 顾清醒看到谢灵就烦 脸色瞬间沉了沉 你现在和我妹妹已经没关系了 还有什么资格问这个 接着满眼的冷力和怒气 要是我妹妹有事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吧 他又对开船的人吩咐 继续搜救 别搭理这人 是老板 这是顾清醒不放心那对父母 提前安排在海里的人 所以都听他的 谢灵一看他这模样 听到这吩咐 也知道结果了 他看着茫茫大海 心也跟着茫然起来 清瑶到底在哪里 现在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他还活着吗 一想到他要是死了 他的心就忍不住揪着疼起来 比当初顾风华失踪时 好像更难受 他捂着胸口 眼中流露出丝痛色 顾清醒转头 正好看到他的神情 没忍住嘲讽道 时代的神情比草都贱 你现在做出这副模样 恶心隔音谁呢 他又冷哼 要是我妹妹能活着回去 请你离他远点 否则我见你一次 揍你一次 我和齐叶白一起下船 就上了他让司机开来接的车 这也让顾佳安排在港口的人 没有发现我已经离开了 齐叶白将我送去明夏装修好 却没有住过的一套公寓 两人刚坐下 就有人送来了一部新手机 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换洗的新衣服和睡衣睡群 也送了不少过来 多谢了 齐叶白微微一笑 不用客气 那你先休息 有事多打电话 我猜测他要去处理明内鬼的事 好 齐叶白离开后 我用手机给哥哥发了消息 又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点开搜索 搜齐俊药 我很快攻破 齐俊药开的公司数据库 发现了不少家带的私货 我将这些私货的证据 全部下载和截图 放到了新申请的 一个邮箱里保存 又黑进了 齐俊药的手机和电脑 发现果然是他指使人 联系过那名绑匪 还有指使人 对齐叶白下手的通话和聊天记录 我将这些证据保存了下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 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 就见齐叶白提着一带吃的 站在门口 你怎么又回来了 齐叶白回到 我办完事发现有些饿了 想给你晚饭应该也还没吃 所以就去买了点 吃的带过来 我笑道 正好我也饿了 你想得真周到 吃完饭后 我想了想说 能问你两个隐私问题吗 你要是不想回答 可以当我没问 齐叶白抬头 你问吧 要是换成从前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一个 才认识不到一天的女人 可对我 他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信任 他更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我不会害自己 你知道齐俊耀吗 齐叶白愣了愣 知道 他是我父亲的私生子 怎么了 我如是说 我发现他是三年前 绑架顾丰华的人 怀疑这次的绑架 也和他有关 所以黑了他的手机和电脑 不但发现这件事 是他指使的 还发现你落水 也是他背后操控的 只是所有的通讯联络数据 都被他清理了 就算通讯商那边 也查不出来和发现 齐叶白并没有多少意外 因为他其实也怀疑齐俊耀 只是查到的结果 却没有任何证据 指向齐俊耀 那名推他下水的保镖 已经被抓到 却咬死说 只是因为仇富 一下才新生了恶念才干的知识 可查对方的通讯记录 并没有什么问题 这人和他家人的账户里 也没有多出任何来历不明的钱 他一听我的话就明白了 他是一名黑客高手 我点头 还是一名世界顶尖级的黑客高手 他要是害死你 是不是能继承齐家和你的公司 你爸重视他吗 齐俊耀是禁副私生子这件事 现在圈子里的人都不知道 我落水的是 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 要是我死了 我妈妈又出了什么意外 并且查不到和他有关 那我爸为了齐家能传承下去 应该会将他接回来 这样的话 他确实能继承齐家和我的公司 我听完他的话 也将所有的线都串联在里面 我等齐叶白说完 对他问 要证据吗 我转给你 齐叶白知道我说的是 齐俊耀买通他身边人远程操碰的证据 咱们让他体验下落入地狱的感觉 齐叶白汗手答应 他想了想说 海上的人还在找你 你这两天都给出门了 我每天给你送吃的吧 我笑着点头 好啊 我最近几天也不准备出门 不然让顾家发现 就没那么好玩了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 齐叶白才离开 另一边 悬崖下的海域 挺着一艘大游艇 顾家父母和顾风华都站在船板上 听着搜就对最新的反馈 还是无果 顾府脸色不太好 看到妻子脸色苍白 他心里也不好受 对两人说 你们先回家 我再带人找找看 顾母没想到 小女儿会那么决绝地跳牙 这回红着眼圈道 我们也没怎么对她吧 她怎么能那样呢 她虽然偏心大女儿 可心里也不是完全就没有小女儿 这些年难道没有将对方养大吗 她这回又委屈又担心难受 不服她了口气 之前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她可能接受不了 她其实也没想到 小女儿气性会那么大 她伸手拍了开妻子的肩膀 等将她找回去 我们再好好和她谈谈 她心里其实已经做好 小女儿可能找不回来的准备 毕竟掉下海到现在都好几个小时了 可却不敢说出来 她应验了 也怕再次刺激到妻子 顾母这才点点头 嗯 那你再找找 将她带回来 顾丰华没有说话 只是扶住顾母 她这回心里也有点乱 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 她猜得出来这是谁做的 也知道她这是为了帮自己 重新夺回顾家 只是没料到 我会不按常理出牌 那么刚烈地自己跳下海 她的本意没想逼死我 不过是想让我明白 可她真是没希望的 顾府刚要下游艇上救生艇 很快一艘救生艇驶来 顾青行抬头对顾府冷笑 就不劳烦你这样金贵的人 假好心亲自去找人了 我妹妹 我自己会找 现在知道急了 早干嘛去了 要是妹妹没有做准备 自己跳了海 而是被的人推下去的 还真有可能已经淹死在海底 顾府沉着脸道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青瑶是我女儿 我找她 怎么就变成假好心了 这个儿子 真是越来越桀骜不驯叛逆了 顾青行披了她一眼 之前在悬崖上 放弃她的人 难道不是你们吗 就算妹妹不自己跳下去 还不是要被你们逼得 让那人推下去 她满眼冷力地看着顾父和顾母 我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都是你们这对父母害的 从小你们就给我们灌输 不要和顾丰华争 所以妹妹选择了美术 我也如你们的院成的顽固 要不是我曾经去做过亲子鉴定 确定我们是你们亲生的孩子 我都要怀疑 我们兄妹是不是你们 从对家抱来养的孩子 其他的家庭 都是让大的谦让小的 我们家相反不说 你们还生怕 我们成才影响了顾丰华 故意将我们养废 有时候我也觉得搞笑 既然她那么有天赋和能力 那干嘛还要养废我们 她带着几分嘲讽 其实你们把心眼里 对她的所谓出众 也不是那么自信的 顾府听着她的话 脸黑了黑 你对我闭嘴 你说的是什么话 这臭小子私下居然跑去做亲子鉴定 他们有那么差吗 她气呼呼地又道 我们没给你们幽卧的生活条件吗 怎么就害你们了 顾清醒撇撇嘴 幽卧的条件 以后你们老了 我也可以给你们了 到时候送你们去敬老院 让护工天天陪着你们 让你们也尝尝 亲人冷漠以对的滋味 顾府成功地被气道 顾丰华皱了皱眉头 对这个历来都不怎么喜欢的弟弟道 我从来都不怕你们争 这次的事 大家也不想发生 你何必将怨气发泄到爸妈身上呢 顾清醒冷冷地看着她 你这个绿茶表 还真是得了便宜又卖怪 要不是因为你 我妹妹怎么可能 到现在都生死不知 你回来之后 可没少甩脸子 针对我们兄妹 特别是青瑶 你是不是发现 她在生物工程上的天赋不比你差 所以你紧张害怕了 你将她当作了绊脚石 所以想要除掉她 这次的绑架 不会又是你自导自演的把戏吧 她又冷哼一声 我要是查出来你和这件事有关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三年前的是 她绝对不信顾丰华是无辜的 顾丰华原本冷着的脸沉了沉 顾清醒 我可以理解我 这回生死不知 你担心之下可无遮掩 可却不认你给我泼的脏水 你们想要和我争顾丝 我随时奉陪 我有自己的骄傲 不可能因为这个去害亲妹妹 顾清醒吃笑一声 得了吧 谁稀罕顾家和顾氏了 你在我这里根本没有信任可言 现在你们把顾氏送我和妹妹 我们都不要 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 顾腹的脸又黑了黑 顾清醒 注意你的言辞 你别太过了 这混账将顾氏当什么了 顾清醒发了个白眼 我不过是说出心里话而已 怎么过分了 我就要说 你又能拿我怎么办 顾腹气得不行 你这个混账 要不是时间和场合不对 他真想给这混账一顿揍 顾清醒 我现在下落不明 我们也很担心 你适可而止 别逮着谁都要 顾清醒挑眉 你说我是狗吗 那我要是狗的话 将我生下来的你又是什么 顾母没想到 他居然反嘲讽自己 气得身子发抖 抬手指着他 你简直不像话 顾腹也气得不清 顾清醒 你滚 这个儿子每次回家 都要气他们一顿 现在更是变本家里 太不像话了 顾清醒吃了一声 行 我滚 你们也不用演了 赶快走吧 省得爱我妹妹的演 说完他人开着救生亭 转身就走 继续去搜救 之所以这么过来闹一出 除了心里不爽 想要对这三人一痛外 也是故意让他们感觉自己 在心情不好的愤怒发泄 这样才能代表 他找不到妹妹 快要失去理智了 看着丢下一句话 就走远了儿子 顾腹顾母又被气到了 同时心里也更满受 说明小女儿 真可能找不回来了 否则平常顾清醒再叛逆 也不会说出 这些特别混账的话来 顾腹让顾风华带妻子回去 她还是上救生亭 跟着又去找了找 晚上天色全黑下来 还是没消息 时间过去了这么久 夜间也不好寻找 顾腹只能放弃 带着人回了家 顾清醒则没有回去 而是上了一艘小游艇 和妹妹通完话后 就美滋滋地睡觉去了 谢灵找到快灵点 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家 第二天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 悬崖上顾家父母的选择 都以为我是被人绑架 推到海里的 大家都还在感叹 顾家这是怎么了 大女儿被绑架才回来 小女儿又被人绑架 推到海里生死不知 顾清醒接连在海上找了两天 他故意没有打理胡子 和换衣服 因此看着一副 沮丧痛心的模样 还故意在离顾家 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就下了车 路上遇到了附近住的人 看到他这样 都想着顾家怕是要办丧事了 于是纷纷安慰 然后顾清醒就气愤的 将那天的事说了出去 安慰他的人 吃了口大瓜都惊呆了 然后对熟悉 或者关系好的人说了这事 一传时传百 只是大半天的时间 这事就在圈子里传遍了 顾老爷子和顾父知道后 气得半死 让人去房间 将顾清醒叫下了楼 刚准备披他一顿 顾清醒先发制人 行了 你们不用骂了 我就是故意将这事传出去的 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你们偏心 没有担当 害死我妹妹 两人没想到 这混账这么高 老爷子脸气得铁青 你别忘了 你也是顾家人 家里丢脸 你脸上就有光了吗 对于儿子和儿媳的选择 他虽然觉得有点过分 但却能理解 毕竟风华确实更优秀 小孙女遇难 他心里也不好受 可事情都发生了 儿子和媳妇 只是做了选择 也并不是故意的 更何况 那还是孙女自己跳下去的 可这混账 却张口就对外胡说八道 搞得他们家把小孙女逼死一样 今天好几个人打电话来问他 是不是儿子媳妇将女儿逼死了 他的老脸都多光了 顾夫也沉着脸说 你去和人解释 说你是因为没有找到你妹妹 这才生气乱说的 顾青行挑眉 我要是不去呢 妹妹说的还真对 顾家人太要面子了 越是哪里痛就往哪里踩 反正他们都这样 对他们兄妹了 他们也不用管这些亲人痛不痛 顾夫气怒的道 那你就给我滚出顾家 顾青行等的就是他这话 他已经不再寒心 反而带着一种 说不出来的激动 他也满脸的怒涩 好啊 那我就滚 反正这顾家 我和妹妹一样不稀罕 你们一家子和和美美的去过吧 我也和顾家断绝关系 他说完转身就走 上楼将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 拖着离开 顾老爷子和顾夫顾母 又被气得不行 不过也想要整治下顾青行 让他知道离开了顾家 他什么都不是 顾家除了卧室 其他地方都装着监控 我因此看完了 我哥对两人的戏 不得不赞叹一句 我哥这演技 完全可以去会娱乐圈了 不过 想必也是憋了很久 这会一次性发泄出来 我也看出来了 顾老爷子和顾父 并没有将我哥说的话放在心上 这个亏他们得吃了 刚将监控关闭 我就接到了我哥的电话 他开口就问 青瑶 我刚才已经宣布 和顾家断绝关系了 是不是过会就将视频放出去 你一会直接发个朋友圈 就说你要和这样人写的顾家断绝关系 然后附上视频 你的朋友圈虽然没有多少长辈 可都是个家的小辈 自然就能传遍圈子 顾青行点头 好 我一会就去办 他想了想问 对了 那我再发视频前去帮你推婚吗 我回到 嗯 你顺便再录个视频 发朋友圈 我哥先发誓造起来 但他就潜意识里觉得顾家偏心眼 不但将小女儿当作大女儿的提升 居然还为了大女儿放弃小女儿 更是逼得小女儿跳海 简直过分 等于论在圈子里发酵的差不多 我再以受害者的身份出场 就能将顾家锤在这件事的耻辱柱上 他们最在意脸面 就让他们在豪门圈里丢尽脸 兄妹俩接连和顾家断绝关系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这当然是顾家的问题 顾风华更不可能再利用这件事 故意营造的好名声和突出能力 只会给人一种脚家惊的感觉 毕竟要不是他 顾家又怎么会逼得两个孩子 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说到 明天我也会录个视频 发在朋友圈公开 主动和顾家断绝关系 和谢灵解除婚约 哥哥那么给力 明天也该轮到我上场了 顾清行扬了扬唇脚 好 明天哥哥看你表演 不过一个多小时的功夫 圈子里大部分人都知道 兄妹两人主动和顾家断绝关系的事 看完视频 除了少数人外 都觉得能理解顾清摇的选择 换成水被这样对待 都会难以接受 特别同时放弃我的 还是亲生父母和未婚夫 不少家里的长辈都在感叹 顾家父母做事真不讲究 同样是女儿 这些野外的太夸张了 他们曾经对顾风华的印象是优秀 可因为他的性子比较高冷 所以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 我明媚开朗 见到认识的长辈和同龄人 都会有礼貌的主动招呼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 我更讨喜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年我也变得和顾风华一样 越来越像的高冷 之前他们还以为 我是为了想要争顾家 这才故意模仿顾风华 去讨长辈欢心的 真没想到 原来是顾家长辈 让我这样做的 圈子里的太太们不少都听说过 我为了顾太太 专门去学了药膳和推拿按摩 而且还不止说说 几乎每天都会亲自为顾太太 推拿按摩 亲自跑了不少地方 去为顾太太找最好的药材来动药膳 也让对方的病情得到了好转控制 现在看到我一位父母和未婚夫 将我当替身 被伤害后绝绝跳牙的模样 大家都觉得有些心酸 同时觉得顾母太过分了 就算是磕石头心 经过这两年也捂热了吧 可在选择的时候 顾母都没有怎么考虑 就选择放弃小女儿了 还有之前将人当替身时说出的话 想要吗 换成谁都会寒心 也难怪我在跳牙前 要和顾家断绝关系 除了顾家被大家当做笑话外 谢灵也被骂了 谁都没想到 他居然喜欢堂哥的未婚妻顾风华 还将人妹妹当做提身 亏他们之前还觉得 谢灵在年轻一辈中 算是比较优秀人品好的 现在呵呵 顾清醒发完朋友圈后 就开车去了谢家 这回谢家的人都在家里 谢玉和顾清醒也加不好友 这回看到他发的朋友圈 脸完全黑了 他看向对面 带着几分憔悴的谢灵 真没想到 你竟然一直暗恋风华 惦记唐嫂将人妹妹当做提身 你这是做得还真是够恶心的 谢灵本来心情就不好 听到她的讽刺 也反讽了过去 顾风华失踪之后 难道你没有去追清鸟 想将她当做提身 你与其来挤对我 不如多想想 怎么去哄顾风华吧 谢玉一耶 谢家的长辈 看到两人这样 对顾家姐妹都生出不喜 特别是顾风华 不单只让顾家的人那么偏心 还让不少圈里的年轻小子们追捧 现在搅合的谢玉和谢灵兄弟争吵 真是个狐狸精 谢老爷子沉了沉脸 行了 都闭嘴 他刚准备批评两人一顿 管家走进来 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 谢老爷子皱着眉头点头 让他进来吧 很快 顾清醒走了进来 他将手机的视频打开 对着自己先说 各位好 我今天是来谢家代表我妹妹退婚的 这话一出 谢家的年轻一辈的 都对谢灵头去一个看好戏的眼神 谢玉也带着几分幸灾乐祸 顾清醒果然赖着不善 长辈们的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谢老爷子皱着眉对顾清醒道 顾家小子 要胡闹回你们顾家去 顾清醒对他挑挑眉 谢老爷子 我和顾家都没关系了 还请立后和我说话 别带上他们 我今天就是来退个婚的 你们随意 他转头看向脸色阴沉的谢灵 谢三少 那天我妹妹已经和你分手 并解除婚约 不过为了正式一点 所以我今天亲自来你们家退婚 毕竟当初你的订婚 是在两家人见证下定的 现在也在你家人的见证下退了吧 谢灵毛子发冷 我要是不同意吗 顾清醒冷笑 我不是来问你的意见 我妹妹瞧不上你这样的渣男 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甩了 谢灵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给难堪 顾清醒懒得理会他 用手机录了一圈谢灵和谢家人 又用镜头对向自己 好了 退婚成功 以后我妹妹和谢灵这渣男就没关系了 还请大家做见证 说完后 他收起手机 对谢老爷子说 你们继续 我就告辞了 顾清醒没有理会谢家长辈们的气幕 转身就离开了 谢灵的母亲冷哼 退婚就退婚 一个死人而已 就算他不来退 我还要去顾家退呢 谢灵听到这话 转头看向他 拉轻摇 我说不定还活着 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却有些难以接受对方溺亡的消息 这三天他备受折磨 每天一闭眼 脑子里就会想起和我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我对外按照顾家希望的模仿顾风华的高冷气质 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会流露出明媚开朗的一面 他一开始确实将我当作替身 可现在才发现 自己的内心早就知道 我和顾风华是不同的 他对我也是喜欢的 特别一想到我那天绝绝跳海 除了顾家父母的选择外 还有他选择的原因 他就又愧疚又痛心 谢母冷着脸道 就算他活着回来 我们谢家也要不起这样的儿媳妇 以前之所以支持儿子和我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是顾家新更换的继承人 现在顾风华回来 将继承人的位置又抢了回去 看顾家的态度就知道 怎么有资格进他们谢家的大门 更何况那丫头十有八九已经溢亡了 儿子和一个死人有婚约 他还隔影呢 虽然不高兴是顾青行上门提出的退婚 但他对这件事是绝对赞同的 谢父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青鸟出世 主要是他父母的原因 你也不用太内疚 不管他能不能活着回来 你们都是不可能的了 你好好想想吧 谢老爷子也对谢灵道 你爸妈说的没错 你要不出国去散散心 谢灵知道他们的想法 可心里还是难受 敷衍地点头 谢玉匹撇嘴 老头子就是偏心 要不是他是长孙 他怀疑着谢家继承人的位置 他是直接就给这个小几岁的堂弟了 而且那天老爷子家庭聚餐的时候 特意提了提 以后公司能者居上 他觉得老爷子就是在暗示 只要谢灵大学毕业进公司后 能力比他出众 就换继承人 所以心里更加有紧迫感 下午得去找丰华好好安抚一番才行 只要能顺利和顾丰华结婚 他这个继承人也就稳了大半 顾清行离开谢家后 又发了一个退婚的朋友圈 大家看到后都表示理解 换成他们家里的女孩子被当作替身 还在关键时候被放弃 他们也要去退婚 顾家很快也知道了顾清行干的事 顾老爷子气得血压升高 差点晕过去 他缓过来后 将最喜欢的紫砂壶都给砸了 混账 真混账 顾父母也气得不轻 我们这是做了什么孽 居然养出这么个报应儿子 那魂球竟然让人录了那天的视频 还故意发到朋友圈给大家看 更胆子大到公开和顾家断亲 逃去谢家退婚 太不像话了 顾父拍了拍桌子 下次老子看到他 非要打断这混账的腿不可 他真没想到 为混账说要断绝关系是认真的 还来了这么一出 但他们一点防备都没有 好几个人都发消息 对他阴阳怪气 讽刺他将女儿逼得跳海 将儿子逼得公开断绝关系 这让顾家和他的脸往哪里搁 顾母也气得不行 他这就是要故意败坏我们的名声 可以想象这件事后 会有多少人暗地里指责嘲讽他 妈别生气了 身体要紧 顾风华在一旁扶着顾母 伸手为他顺气 他又道 顾清行一直都是这样任意妄为 根本没人能拦住他的 对顾清行 他也是有很大的怨气 那混账这么一闹 外面的人会怎么想他 毕竟父母为了他放弃妹妹 逼得对方跳海 对他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名声 听到他这话 顾母更来气 我就不该生下这混账 他滚出顾家也好 省得再气我们 顾父也道 对 这样的儿子我们顾家要不起 他要断绝关系就断 以后别想再踏入顾家大门半步 顾风华听到两人的话 心里很满意 他要的就是顾清行再也不要回来了 只可惜我那天突然发疯去跳海 没有按照他设想的走 这两天家里的气氛很差 他妈接连两天习惯性的 会下意识开口让他帮忙推拿 不时还会吩咐说想吃什么 等他愣住 才反应过来他不是顾清瑶 他妈只能尴尬地转移话题 背地里还抹过眼泪 为我的死难过 他爸也是拿着我做的方案来和他商量 他的意见和我不同 他爸就会叹气 为我的死而难过 无心再谈下去 他们越这样 他心里越是不舒服 我一个赝品 在他这个真品回来之后 退场不是应该的吗 为什么还要留下那么多痕迹 等我不在后 他们才发现还是在意对方的 活人真是难和死人相比 所以顾风华现在还是希望我还活着的 第二天 我化了个看上去气色不好的妆 还特意穿了一条黑色的连衣裙 更显得脸色苍白 齐叶白来公寓 看到我这模样后 还愣了愣 我对他笑着问 怎么样 是不是有些像大病出狱的模样 齐叶白点头 看着确实像 我送你回去拿东西 我笑道 做戏要做全 你帮忙送我回去 确实更好 我再次出现 自然不会说自己跳海后 就挣脱什么字 故意跑路了 而是用齐叶白当借口 说自己漂在海上被他救了 救上来之后 昏迷不行 所以没能早点出现 这个解释完全说得通 特别还有齐叶白的配合 不会有人怀疑 两人一起下楼 先去和顾青行会合 顾青行看到这模样的妹妹 不由得担心地问 你不是说没事吗 怎么脸色还白得这么吓人 我安抚道 我化了妆呢 顾青行这才松了口气 吓到我了 又问道 你确定没事 我点头 确定 顾青行带着几分激动地说 行 那我们走吧 我看着他的模样 有些哭笑不得 你待会记得录视频 到时候我们两都发朋友圈 顾青行勾勾唇 那必须的 路上 我问 你昨天做那些事 他们有打电话骂你吗 顾青行摇摇头 没有 他们知道我的性子 他又自嘲地笑笑 这说明 他们同样放弃我了 顾太太怕是早就 希望我滚出那家了呢 我伸手拍了拍拍的肩膀 所以早点脱离 咱们自己也早点解脱 顾青行赞同的点头 你说的对 进顾家的客厅 顾青行走在前面 我戴着一顶大圆帽 遮住大半边脸 和齐叶白根在后面 也因此 大家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他身后跟着的是我 顾母看到儿子 第一反应就是冷嘲 你不是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吗 怎么又有脸回来了 顾母这样冷嘲热讽 别说是顾青行习惯了 就是我也不意外 顾母出生一个普通家庭 所以和顾父在一起后 遭到了顾老太太的强烈反对 两人婚前 顾老太太就找过顾母不少的茶 说他小家子气上表台面 配不上他儿子 顾父却就喜欢顾母 一直和顾老太太僵持 直到顾母怀上了顾丰华 才在老爷子的拍板下 进了顾家大门 婚后 顾老太太对顾母依旧看不顺眼 时常冷嘲热讽 出去外面也对这个大儿媳妇 表示出不重视和不喜 让顾母根本容不进豪门圈子去 也因此顾母对婆婆又厌恶又憎恨 两人私下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可当家的是顾老太太 顾母也拿对方没办法 为了在豪门立足 只能一直忍让受气 直到顾丰华出生 顾老太太在第二天突发脑泥血去世 顾母头上的大衫突然没有了 渐渐地坐稳了顾太太的位置 也在豪门圈交集起来 所以顾母很喜欢顾丰华 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而顾清醒小时候长得像老太太 所以顾母看到她就不喜 将那种对婆婆的厌恶 转移到她身上 从而吹枕巅峰 让顾父将原本应该继承 顾氏的儿子养肺 培养大女儿做继承人 顾父还去劝说了顾老爷子 因为顾丰华有女主光环 从小到大表现得 确实也很优秀和有天赋 所以老爷子的心 也变得越来越偏 在我看来 顾母这种迁怒很无厘头 顾母真是发自内心的孝顺和讨好 只想被回报一些母爱 可顾母第一时间还是选择放弃我 我是比较护短的性子 所以在顾清醒先一步开口 哥哥是送我回来拿东西的 我将戴着的帽子取下 冷眼看着顾母 你就算因为奶奶而不喜欢哥哥 也不用这样对亲生儿子冷嘲热讽吧 看到跟着顾清醒进来的人居然是我 顾家的人都愣了愣 顾母更是惊了惊 你没死 我挑眉 听顾太太的意思 你是希望我死了 你放心 就算我还活着 也会给你宝贝大女儿让位的 我脸上带着冷燃 我那天跳海前就说了 我会离开顾家 和你们断绝关系 听到我的讽刺的话 顾母的脸有些维持不住 说话也带刺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顾家本来就是你姐姐的 需要你让吗 你真是被顾清醒带坏了 居然这么不尊重长辈 他生气的说 行 你们既然这样不再见顾家 那你们就都走好了 我吃笑一声 当初顾风华失踪后 是你们让我换专业 让我进公司帮忙的 还说让我以后继承故事 可不是我自己求你们的 现在顾风华回来 你们不需要再利用我了 就说这本该是他的 你们这翻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 用得到的时候 我是替身 用不到了就丢 我带着几分庆幸的诱导 还好我现在看清了你们的真面目 否则将来怎么死都不知道了 您说吧 故事我还真不稀罕 曾经被你们当做替身 我忍了 那是因为我在意亲情 我不否定从小就屈负爱母爱 所以一直顺着你们的意 也是想让你们能看同和哥哥 不过结果注定 还是让我们失望了 故母原本还愧疚小女儿跳海死了 这几天也缓不过进来 觉得难受 可现在一向乖巧懂事的小女儿 居然也这么刺头 说话如此的难听 句句都是指责 这让她接受不了 她反问什么叫屈负爱母爱 难道从小到大 你们兄妹去一小时了 你们过得可比很多人都好 这还不满足吗 我觉得好笑 所以你认为 生孩子下来 给他们吃饱穿暖 就是尽责任了 要都一视同仁的话 那我们也没什么话可说 但从小顾风华 是在你们夫妻的陪伴下长霸的 而我们兄妹却是拥人待大 每次顾风华的家长会 你们夫妻再忙 都会有一人抽空去 而我和哥哥的家长会 你们都是让助理或者秘书去 你们希望顾风华继承故事 就故意要将我们兄妹养肺 让哥哥当个顽固 这难道是为我们好 是为人父母应该做的 这种一般可只有后妈才做得出来 你可是亲妈呢 要不是哥哥去做过亲子鉴定 我其实也怀疑 我们不是你们夫妻亲生的 我也不否定你们将我们养大 可这不是应该的吗 虽然我们和你们断绝了关系 但等你们将来到法定该赡养的年龄 我们也会为你们提供优质养老院 让你们去养老的 绝对不会比你们提供的物质差 这个我们签断亲书的时候 可以加在协约里 故母被我说得脸清一阵白一阵的 有些突然不知道要怎么反驳 又气又有些心虚 因为我说的全是事实 他们夫妻确实没有怎么带过龙凤胎 也没有去帮他们开个家长会 他没想到小女儿只是跳了刺海 就变得比顾亲行还凌压利齿 顾父也没想到乖巧听话的小女儿 会突然变得这么犀利 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毕竟大女儿受了三年的苦 他们不希望再失去对方 当然也确实有些对不起小女儿 但被这样讥讽 她的脸也有些挂不住 她开口道 那天我们也不是故意的 你有怨气 我能理解 可至于要闹到断亲的地步吗 还说签什么断亲书 简直不像话 我点头道 当然至于 我可不想再被你们利用第二次 要是以后 我在夜内做出什么成就来 你们要让顾丰华战略怎么办 那我不是这一辈子 都要活在她和你们的阴影下 我脸色苍白 带着一种深深的无奈 重重叹了口气 我和各位以后 只想为自己而活 这话不但让顾父母脸色更难看 顾丰华的脸色也变了变 她看着我冷声道 顾亲瑶 我还不屑于做这种事 在这行业 我比你更有天赋和能力 你不要拿这种 贫困无影的事来起对吧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原来你不屑于做这种事啊 顾丰华被我这样看得 莫名心里咯噔一下 顾亲瑶知道什么 接着我话锋一转 那希望你以后说到做到 顾丰华挺了挺几倍 这是当然 我有自己的骄傲 我吃笑一声 意味深长的诱道 嗯 你的骄傲真值钱 顾丰华总觉得我话里有话 不过却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你不用冷嘲热讽 爸妈因为我才做出了那样的选择 这点我感到抱歉 我还不等她说完 我抬手道 停 我可不想听你的废话 身为获利者的你 是最没有资格在我和哥哥面前 叽叽歪歪的 我转头对齐叶白说 你帮忙请的律师到了吗 齐叶白点头 已经到门口了 我让他进来 我也对他点点头 然后对顾府说 我和哥哥请的律师来了 让管家开门放人进来 顾府这才注意 两人身后跟着的年轻男子 他之前还以为是儿子带来的朋友 现在仔细一看 认出了这是齐家的继承人 他先吩咐管家开门 然后看着齐叶白 齐少 虽然顾家也是豪门 但只能算中上层次 可齐家却属于顶级豪门 齐叶白面无表情的 对他点点头 顾府又问 齐少来顾家有事 他们家和齐家 因为层次相差这一截 所以也没有多少交集 以前更没听说过 儿子和齐叶白认识 所以他才觉得莫名 我接口道 我落海之后差点死了 还多亏了齐叶白相救 我才活下来 他这次好人做到底 送我过来和你们签论亲书 拿身份证 转户口 顾家的人愣了愣 显然没想到 我能活着回来 是齐叶白救的 这还因此搭上了齐叶白 顾风华看到 齐叶白意外不已 他之前无意中发现 齐俊耀要对这个弟弟下手 还安排了人 没想到齐叶白不但活了下来 还救了我 这完全脱离了掌控 我一直都在分神观察顾风华 见对方看着齐叶白眼中 既是意外和失望 也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看来顾风华这回 不但已经知道齐俊耀的身份 还知道了齐俊耀 对齐叶白下手的事 看到齐叶白还活着 顾风华才会觉得失望 顾风华和齐俊耀之间的牵扯 并不只是绑架球三年那么简单 两人捆绑在一起 齐叶白要是去世 齐俊耀继承齐家 对顾风华也非常有利 我黑了齐俊耀的手机 发现顾风华最近一段时间 没少对他抱怨 都怪他求了他三年 暗示回顾家的日子 大不如从前 被妹妹抢走了父母的关爱 和继承人的位置等 要是能让妹妹知道 自己不过是一个替身 他们彼此之间归回原位 就好运运运 齐俊耀自然要为喜欢的女人 扫除障碍 这才对我下手 我还查到一些顾风华身上 更让人意外和有意思的东西 我现在看顾风华 对齐叶白的反应 也再次确定自己的猜测 收回对顾风华的关注 顾家夫妻听完我的话 脸色都起起变了变 同时觉得这女儿 真是和儿子学坏了 有什么不能内部解决 非要闹到 让齐家继承人 帮忙请律师来断亲的底部 这是将他们的脸撕下来 踩在地上啊 亏了他们这几天 还为我的死亏就难过呢 顾老爷子坐在上手 一直都没有说话 他现在也很恼怒 孙子和孙女的任性妄为 这是要传出去 顾家还得再丢一次脸 关键是给齐家的继承人 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顾家可一直都想和齐少母子 开的医药公司合作呢 他心思转了转 要是能搭上齐家的线 顾家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我没有错过 老爷子眼中一闪而过的算计 我开口道 齐叶白也是我和哥哥请来的见证人 这会正好律师到了 咱们赶快把断亲书签了吧 之所以要请律师过来签断亲书 我除了要和顾家彻底断了关系外 也不希望以后自己有什么成果 顾家又以亲人的名义贴上来纠缠 断亲书一签 不管我和哥哥以后如何 都和顾家无关 谁都说不起 顾老爷子脸色沉了沉 轻摇你一直都很懂事 这次怎么就那么胡闹 你爸爸做那样的选择 也很痛心和无奈 他们并没有想你死 所以早就在海里安排了救生体 还在海里一直搜救你 所以心里并不是没有你 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姐姐回来 你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顾氏工作 我承诺会将自己的股份 给你三分之一 你们姐妹齐心将顾氏做大做强 你就不要再志气了 之所以会给我股份 一来是想要借助我攀上其家 二来我在生物医疗工程方面 确实很有天赋 将来只要用得好 能成为风华的左膀右臂 他认为都是顾家人 就应该团结起来 共创故事辉煌 我一听这些话 就知道老爷子的想法 我都和顾家撕破脸了 自然不会顾忌什么 于是露出个嘲讽的笑容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顾老爷子这文字游戏玩得真好 现在顾家在顾氏 有55%的股份 可老爷子你却早就将大头股份 转给了大儿子 另外两个儿子 也分别给了5%的股份 自己只留了10% 你给我手中股份的3% 别人不知道的 肯定以为 你将整个故事的股份 给我三分之一呢 我要是不要 他觉得我不是排居一样 我要是要了 又显得我急功近利 就像是拿断绝关系来威胁要股份 依旧想留在故事一样 更何况 你觉得我会去故事 继续受顾风华的气 当他的提升 我又不是受气包 和喜欢自怨 我谢谢您的好意了 可惜我不接受 无论是故事还是顾家 我什么都不要 一会我走 也只会带走身份证 等顾先生和顾太太 到了该赡养的年纪 我和哥哥 也会担负起赡养责任 养老院随便他们挑 顾家父母确实将我们养大了 那我们负责给对方养老 也是应该的 我们主动提出来 谁都找不到能攻击的画饼 要是顾家以后破产了 我们也会做到 将两人送去条件好的养老院 让对方也体验下 没有亲人在身边陪伴 只有护宫相伴的滋味 顾老爷子没想到自己的小心思 一下就被孙女点破了 他脸色又难看了几分 刚想再说点什么 顾清行开口道 老爷子就在别假模假样了 大家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谁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我们还不了解吗 你表面对奶奶恩爱非常 自从奶奶去世后 更没有再去 在圈子里立爱妻的人设 只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你在国外不但有了二太太 还有了私生子和私生女吧 这话一出 老爷子的毛子缩了缩 顾家的其他人也都猛了 老爷子在国外 还养了外事和私生子女 别说是其他人 就是他们都不知道 真的假的 老爷子这回 也恨不得打断顾清行的腿 混账 你这些年不但没有什么长进 倒是进学会编排诬赖长辈了 他又冷哼一声 我这些年来可没有出过国 哪里来的二太太和私生子女 这事是我挖出来的 听到老爷子狡辩 我从包里拿出手机 调出保存在相册里的照片 你老人家不出国 可不代表二太太和私生子女 不可以回国团聚 你每年夏天要去外地避暑 冬天去外地暖冬 不就是去见她们吗 我将手机拿起来 翻滚照片 让顾家的人能一眼就看到 有一名看上去三四十岁 颇有风情的美妇人 挽着老爷子在海边的照片 有两人的身边 还占了一名青年男子 和一名少女的照片 容貌和老爷子长得都比较像 虽然从年纪上看 更像是老爷子的孙子孙女 顾腹健壮没忍住将我的手机 拿过去和两个弟弟一起翻看 这个相册文件夹里 有二十多张照片 不是老爷子和美妇人亲密搂在一起的 就是老爷子搭在两个年轻人 肩膀上亲近的 老爷子没想到我 竟然会有这些照片 脸一下僵了僵 顾清行健壮笑道 老爷子虽然上了年纪 可却风流不减 看着这小姑姑的年纪 比我还小呢 你这些年 可没少转给外侍和私生子女钱 在国外更为他们置办了房产 酒庄和庄园 又带着几分讽刺的说 加起来的自产 可比你给亲孙女的3%股份 更多好几倍呢 在顾家以老爷子为首 都是伪君子 老爷子被气得头晕眼花 抬手指了指顾清行和我 你们真是好样的 行 你们要断亲 那就断 翅膀长硬了 真以为你们自己能飞得起来 离开了顾家 我看你们算什么 感受到儿子 儿媳和孙子 投来震惊又气愤的目光 老爷子不但头晕 心脏都不舒服了 原本想要挽留我的心思 这会全没了 恨不得将这两个灭障扔出去 顾父等人 虽然气怒父亲 不但在外面养了外侍 还生了那么大的私生子女 可以气我们兄妹 不分场合的盗货家仇 其家的继承人 可还在这里呢 顾母倒是不生气 还在心里 忍不住幸灾乐祸起来 也不知道地下的老太太 知道了这事 会不会气得鲜棺材板 顾亲行一见顾家的人被气到 他就高兴 他挑眉又道 你们要是再不爽快点 那我们不知道 还得捅出多少顾家的隐秘破释来 我将顾父拿着的手机拽回来 摇了摇 里面可还有你们中某些人的照片 你们要是想看 我们兄妹也不建议帮你们曝光 这两个混账 就是生出来专门坑家里人的吧 顾父脸上带怒 签 你们要签什么断亲书 赶快拿来 顾亲行对顾父意味深长地说 顾先生就是急了 我在一旁暗喻 他是怕我手机里有他的照片呢 顾母原本还在心里 对讨厌的婆婆幸灾乐祸 听到两人这话 猛地转头看向顾父 这男人不会 也背着他养外侍和私生子吧 顾父见他用怀疑的眼光看过来 立即道 我没有 你别听他们挑拨 对于这点 他还真不心虚 他真没有 可就怕这两个混账玩意 爆出点其他的来 顾母半信半疑 脸上却露出个信任的表情 我当然是信你的 接着瞪了瞪我们兄妹 你们太不像话了 哪家的孩子会像是你们这样 小的家宅不宁 我耸耸肩 也没其他家的长辈 会把自己的孩子当做替身 会因为自己的儿子 长得像婆婆 而讨厌故意养成顽固的呀 我又调侃 以后顾家要是破产了 你们完全可以去演一部家庭伦理剧 说不定还能火 顾母这回恨不得 将两人塞回肚子里重造 他全身气地发抖 赶快签了那什么断情书 你们立即给我滚 他真是有点无法接受 那么乖巧听话的小女儿 会变成这样的难缠和犀利 因为儿子长得像婆婆 所以就讨厌和故意养肺 还隐藏了二十多年的小心思 一下就被女儿当众道破了 要是让圈子里的人知道 那会怎么说她 这个女儿还不如落海溺亡了呢 我笑笑 不好意思 我们是文明人 做不来滚的动作 要不您先示范一个 顾母听到这话 气得脸都白了 我真是不该生下你的 我撇撇嘴 说得像是我们兄妹 很想投生在你肚子里一样似的 像是那个绑匪说的 我今天就像是顾青行附体一样 不但嘴毒还犀利的要命 全都讽刺在了重点上 不对 比顾青行还难缠许多 这性子要留在家里 那他们整天 还不得被对死和气死 对 赶快签吧 这回顾家的人 不再有任何的犹豫和作戏 只希望赶快签了断庆书 这对兄妹滚蛋 顾风华过去扶住顾母 伸手从背后为她顺起 却没有说话 她今天算是看出来了 我不是演戏 是真要和顾家断绝关系 所以无所谓撕不撕破脸 胆一个咬一个 以前还真没看出来 这个妹妹那么伶牙俐齿 对上这种完全放飞自我的人 她还是保持沉默比较好 省得萤火烧身 这样也好 至少经过今天的事 无论是爷爷还是爸妈 都不会再记瓜妹妹这个小女儿 更不会再想将对方留在公司 我敏感地发现了顾风华的眼神 大约能猜测到对方的想法 果然是会咬人的狗不叫 什么都是躲在后面让别人上 不过以为这样就能躲过去吗 好戏还在后面呢 今天这个算什么 希望顾风华将来能承受得住 顾家扑不及待的要签段亲书 我就让齐叶白的律师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协约 顾府翻看了一遍 并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顾母见他签了 也懒得再看 拿笔就签了名字 作为大家长的老爷子 自然也要签 他拿起协约仔细看了一遍 对他们顾家更有利 因为这两个混账 确实什么都不要 以后还会禁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找不到能拿出来说是的地方 他只能憋屈地签了名 一时三份签完 我们兄妹签上了名字 各自按了手印 齐叶白也在见证人一栏里 签了自己的名字 让顾家人觉得丢脸又尴尬 顾清行将他们的一份拿起来收好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兄妹和顾家就彻底无关了 真好 我笑着说 是啊 咱们终于自由了 离开顾家之后的空气 都要新鲜很多 离开了顾家这两兄妹 可就什么都不是了 不知道他们得意了什么劲 不过这话没有谁说出口 他被我对 或者有什么照片 他抬头复杂地看着脸上 带着灿烂笑容的两人 叹了口气 希望你们别为今天做的是后悔 你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和顾家断清之后 两人不再是豪门少爷小姐 无论遭受了什么 顾家都不会再管 我意味深长地说 这话同样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将来不要后悔 顾府一耶 听不进去劝就算了 你们走吧 这两个混账 还是太缺乏社会的毒打了 等离开了顾家的庇护之后 就知道外面的世界 不是那么好混的 他等着两人回来求自己 顾母也是差不多的想法 他认为离开了顾家 这两人肯定会后悔的 就比如他 要是放弃顾太太的身份 回去过年轻时的普通日子 他肯定受不了 想起两个混账之前 对自己的不敬和嘲讽 他冷声道 踏出这道门之后 你们以后就算哭着回来求 也不可能再进来 顾清醒撇撇嘴 谢谢提醒 不过你们放心 我们兄妹就是去天桥下讨饭 也不会再踏入顾家大门的 真当他是废物顽固呢 呵呵 我点头 哥哥说的 这是我的意思 我的身份证在楼上 你们两名庸人 跟着我去拿吧 不然之后 要是说我拿了你们家的什么东西 我可有嘴都说不清 顾老爷子深深地瞥了我一眼 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看走眼了 这哪里是乖巧小白兔 这分明就是一只钢牙大灰兔 他随意指了指 站在不远处的一名庸人 你跟着他上去拿 否则我们也有嘴说不清 我回房间拿了身份证 其他什么都没动 转户口的是 律师会帮忙办 不用我们兄妹再和顾家交接 下楼后 我对两人招招手 哥 企业白 我们走吧 然后三人和律师一起离开了顾家 几人走后 老爷子捂着胸口 一副被气到的模样 他发声道 以后他们要是遇到了事 你们谁也不许管 这两个混账 今天挑衅了他身为大家长的威严 将他藏了多年的秘密暴露 实在是太气人了 其他人也被两兄妹气到 纷纷点头 明白 顾老爷子站起身 我回房去休息一下 他刚要离开客厅 就被顾老二叫住了 爸 你先别急着去休息 是不是应该先和我们说说 外事和私生子的事 护父和顾老三也道 是啊 爸 你还是先说清楚 再去休息吧 否则我们这么多人都睡不着 家里的财产是不菲 可谁不想多分点 他们三人是一母同胞的兄弟 都会私下斗争 更不想让外面的野种 来分一杯羹药 老爷子心里 将我们兄妹骂了一遍 无法找借口走人 他只能坐下 和儿子儿媳扯皮 另一边 我们三人上车 顾青行从衬衫的口袋 掏出放在里面的手机看了看 他今天故意穿了一件 胸口有口袋的衬衫 口袋还比较低 刚好能将手机摄像头录出来 他进顾家大门前 就打开了录像功能 也因此顾家的人 都没有发现他在录像 否则绝对会阻止 看了一遍视频 顾青行笑着说 全都清晰录下来了 咱们什么时候发朋友圈 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也不知道 老爷子发现他那点破事 被整个圈子里的人知道后 会不会被气得住院 还有他妈最好面子 被妹妹那样嘲讽 还将他讨厌自己的原因 爆了出去 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气了几天 吃不下饭睡着觉 我看着他等不及的模样 轻笑道 你想发 现在就可以 顾青行黑黑一笑 那我先把视频传给你 咱们一起发 以前以为脱离顾家 自己会多少有点伤感 没想到争取做了 不但觉得轻松 还很激动开心 我点头 好 收到顾青行的视频后 我在朋友圈编辑 已经和顾家断绝关系 从今以后就是自由身 然后配上视频一起发出去 顾青行也编辑了 同样的内容发出去 看到两人朋友圈的人都震惊了 一方面震惊于我居然还活着 另一方面震惊于这对兄妹 竟然完真的和顾家断绝了关系 于是纷纷点进视频去看 看完之后再次震惊了 他们以前看走眼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那么刚和犀利毒蛇的一面 不过不得不承认 他们身为外人 看着都好爽 关键人家对的全在点子上 让顾家的人直接哑口无言 顾家从少到老 没有一个是我嘴上的对手 不但撒爆了还很牛 对比最开始说过两句话 后来一直沉默的顾风华 大家莫名觉得我更厉害点 也因为这条视频 我在大家的心里留下了不好惹的印象 当然这也是他故意的 除了我在顾家硬刚 兄妹真主动和顾家断绝关系的瓜外 大家还吃到了顾老爷子养外 是有私生子的瓜 真是形象崩塌 同时看到视频的人 心里都还有些好奇 我的手机里还有什么顾家的瓜 他们看视频都能发现 顾家的不少人心虚着呢 还有人在评论区或者私聊找我 问顾家还有什么的瓜球报 我统一回复 让他们以后慢慢等着看 大家一看 居然还有戏 好奇心都被大大的吊了起来 这视频在圈子里也算是独一份了 所以很快被一条条的转发出去 该知道的人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人也知道了 顾家人自然都有我兄妹的朋友圈 一名小辈在父母和爷爷争执时 无聊的拿出手机刷朋友圈 然后就看到我两人发的 瞪大眼睛开口道 爸 清醒哥他们发了朋友圈 听到这话 原本吵闹的客厅突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拿起手机看 当看完后 老爷子没忍住 将手机直接砸在了地上 混账 这两个混账 拍着把年纪了 这样的事情被爆出去 我手里的照片还都很清晰地录了上去 他老脸往哪里搁呀 接着怒火攻心 直接气晕过去 让原本同样气怒的顾家人吓了一跳 急忙将老爷子送去了医院 老爷子半路其实就醒了 不过却故意继续装瘤 这样外事和私生子的事 儿子等人就不会再盯着他不依不饶地问了 他在心里又将我们兄妹骂了又骂 顾父也被两个兄弟和弟媳妇挤对了一通 说他不会叫两孩子 居然让家里接连出丑 顾父也没想到 顾青行这孽障居然偷偷录了视频 否则当场就会将对方的手机抢来砸了 家丑不可万扬 这两个混账正好相反 恨不得将家丑宣扬的到处都是 也不知道我的手机里还有什么 他之前应该趁机将手机砸坏的 顾母也被两个轴里挤对暗讽一番 气得病差点发了 他没忍住 拨了顾青行的手机想骂一番 谁知道打回去就被挂了 再打就被拉黑了 也差点步入老爷子的后尘 气晕过去 顾家被兄妹俩搅和的鸡飞狗跳 我们这回却在餐厅吃饭庆祝 齐叶白有事先离开了 也想给兄妹让出说话的空间 我们俩还在各自的微博上 将签过名的断清书照相发了上去 明天我去报社登下断清书 报纸出来之后 我再给顾家记几分过去 虽然现在没多少人看报纸了 但这样才显得比较正式的断清 我也是一样的想法 等报纸登出来之后 你要是想再刺激下顾家 可以再发朋友圈气气他们 也让大家见证下 顾家最爱面子 这样一搞 肯定不少人还得被气到 顾青行伸手捏了捏我的脸 没想到我妹妹越来越损了 不过我喜欢 以前妹妹就是太乖巧懂事和重视亲情 这才会被顾家人利用 现在这样就很好 谁都别想再欺负她 我对这个哥哥也挺喜欢和亲近的 那是身为你妹妹可不能弱了 两兄妹说着话 顾青行的手机响了 我无意中看到来电显示 原本眼中的笑意瞬间被容易代替 顾青行没有发现妹妹的眼神变化 很快接了起来 然后就被对方质问 顾青行 你要和顾家断绝关系 有征询过我的意见吗 你还当我是你的女朋友吗 顾青行有点猛 我之前不是和你说过 我要和顾家断绝关系的吗 你在气什么 他又道 你放心 就算没有了顾家 你男朋友我也能将你养好的 对面沉默几秒 我以为你是随口说说的 可没想到你真去做了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是不是你妹妹怂恿你干的 不提最后这一句 顾青行还准备耐心的哄一哄 可现在却也不高兴了 什么叫我妹妹怂恿的 明明是我带她去断绝的 我在顾家早就待得下去了 难道你不知道 你到底站哪一边 那边直接发火 顾青行 你好样的 你居然吼我 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说完就将电话挂了 顾青行放下手机 神色有些不好 我开口问 冷一路打来的 顾青行点头 是啊 他看到我发朋友圈断亲 不高兴了 他无语的诱到 我刚才哪里吼他了 居然挂我电话 简直莫名其妙 我直白的说 不过是他想挂你电话的借口罢了 我哥刚才就反问了一句 音量都没有提高 哪里来的吼 顾青行叹了口气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就是不想你离开顾家 我看他这么一样 想着早痛早好 这次早点看清 对方直接分手 也不用再被那个女人害成残废 顾青行不明白 他家破产了 我就算不离开顾家 也没法帮他们家回到过去 我离开顾家之后 反而可以名正言顺的 去接手自己的公司 还能帮上他娘家不少 他这些年表面是个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顽酷 背地里却和朋友 在其他市开了两个公司 这次没有顾家的牵扯 他就能在地都开分公司了 我如是说 你和顾家断绝了关系 就不再是豪门少爷 他想要重回豪门的梦 就破碎了 他娘家一直想翻身 他们都觉得顾家可以帮忙 所以他知道 你真和顾家断绝了关系 才会那么急 我哥的女朋友冷一路家 以前也是豪门 比顾家差点那种 两人是青梅竹马长大的 刚上大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只是去年冷一路家的公司 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 家里的房产等全都拿去抵债 但我哥并没有嫌弃对方 还拿出私下开公司 赚了几千万帮忙 冷一路接受不了家里破产的事 觉得在圈子里没脸见人 就让我哥送他出过上学 这两年来 所有的学费生活费 以及他娘家人的家用 都是我哥出的 我顿了顿问 哥 他去国外上学 你就没有好好查一查 他最近和谁接触频繁吗 顾清行猛了猛 他怎么了 肯定有事 否则妹妹不会这么问 我拿出手机 进入一个邮箱掉出的一些照片 你自己看看吧 顾清行接过来一看 就见女朋友和一个长相俊美 气质斯文的年轻男子 举止亲近 虽然没有越轨的行为 但却感觉出来暧昧 特别是他女朋友 看向对方的眼神 更甚至还带着一种迷恋 顾清行看完后脸黑了 他这是要做戴着帽子 这男的是谁 你知道吗 我也没打算隐瞒 这人是齐家的私生子齐俊耀 他故意接触女女朋友 并且引诱他爱上他 这回两人只是暧昧阶段 他还没利用这女人出招对付你呢 顾清行被惊到了 齐家还有私生子 顾风华是他绑架的 顾风华不是说 他是国外的绑匪 将他绑架 然后困在实验室里 想要他严创新型医疗气血 他也是三年后 才找到机会偷跑的吗 这个解释大家都信了 因为那个势力在国外 按照顾风华说的 还有不少雇佣兵守着 顾家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去帮忙报仇 只能不了了之 原来都是骗人的 我点头 他是齐家不承认的私生子 不过却想害死齐叶白 抢走齐家 因为之前问过齐叶白 同意我将他们家里的这些事 讲给我哥哥听 所以我说了说齐俊耀的身世 又到顾风华出国留学 和齐俊耀在同一所大学 两人没多久就偷偷相恋了 齐俊耀是一名天才黑客 所以大学期间 更甚至顾风华毕业回国后 都借用技术帮了他很多 之所以会绑架求顾风华 是因为顾风华和谢玉 在国内订婚被他知道了 所以他才会在顾风华 出国考察的时候 生气地将人帮走关起来 不过顾风华也是乐意的 两人这三年来 可都是一起同吃同住同出游 所谓的求起来 不过是人家情侣的乐趣 现在齐俊耀之所以放了顾风华 也是他答应回来 就找机会和谢玉退婚 顾清醒没想到 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但顾风华也没表面这样 清高清纯 背地里还挺会玩的 他知道齐俊耀的私生子身份吗 我点头 大学的时候不知道 他应该只是和齐俊耀玩玩 所以回国后才会和谢玉订婚 被求后没多久 他发现了 所以两人纠缠了三年 他才回来 这些都是我查到的 齐俊耀表面看着斯文俊耀 背地里却是个音质变态的性子 更仗着他自己是顶尖黑客 齐俊耀设下的防火墙 对我来说是小儿科 所以我黑进他的电脑后 不但看到了两人的对话等 还有两人限制级的视频 看到顾风华在那方面的开放和主动 我都惊讶了下 这可和顾风华清高冷傲的气质 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难怪齐俊耀根本离不开他 齐俊耀对感情偏执疯狂 顾风华却不一样 在我看来 顾风华确实是喜欢齐俊耀的 特别两人这些年 分分合合的各种纠缠 不断加深感情 可利益对于顾风华来说更重要 所以才会毕业回国选择谢玉 后来被囚 在知道齐俊耀的身份 并在他表示一定会拿到齐家后 他又果断算计抛弃了谢玉 回到齐俊耀的怀抱 顾清行拼完后 三观被颠覆了 顾风华不但在订婚前 就和齐俊耀私混 和谢玉订婚后又出轨齐俊耀 这也太表了 谢玉的头全绿了 接着才想起来 自己头上还戴着顶绿帽子呢 他带着一种一言难尽的模样 问齐俊耀跑去勾引我女朋友 顾风华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顾风华比较双雕 他可以左手未婚夫 右手真爱 但却会隔应齐俊耀背地里 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而且齐俊耀只是勾引你女朋友 并没有和他发展到滚在一起的地步 是你女朋友 渐渐地开始迷恋上他 最后被他利用 你仔细看看 照片上齐俊耀对你女朋友 都是带着一种故意的若即若离 反而是你女朋友不停地凑上去 才看着暧昧的 不过人家只爱女主顾风华 对其他女人可以假暧昧多利用 但却不会针毡了身 所以他和谢玉都是大圆种 他自嘲得到 我早就发现他越来越不像是曾经的他了 真没想到他会变成这样 顾青行看了看齐俊耀的照片 我觉得自己不比齐俊耀长得差呀 但女人眼睛瞎了 我哭笑不得 那必须眼睛瞎了 我哥哥确实长得不比齐俊耀差 但却带着一种玩世不恭 是圈里出名的顽固少爷 而齐俊耀表面是精英天才 难摘下的糕顶之花 自然更吸引女人飞蛾呼呼 你女朋友觉得你这样的大圆种 不用多花心思就能被他所用 没有什么挑战 还是齐俊耀更让他着迷 这是我看到冷一路和闺蜜 亲自说出来的话 顾青行曾经认为 和冷一路轻微竹马长大 又确定了恋爱关系 对女朋友和女朋友的家人 好不是应该的吗 居然就被对方当作了冤大头 不过这会想想自己 不断地帮助女人和他家 貌似挺冤大头的 我看着自家哥哥 脸上不断变化的神色 笨哥 你是不是也没有自己认为的 这么喜欢他 顾青行挑眉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以前确实挺喜欢的 可自从他出国之后 我们异地相隔 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 最近他除了要前外 都不会怎么主动联系我 我主动给他打电话 他都比较敷衍 这样的感情 随着时间慢慢就淡了 我不久前提出想去看他 他更甚至还找借口拒绝了 所以我其实有种这段感情 可能继续不下去的心理准备 其实只要对方没有背叛 他都会对他负责 谁知道 人家直接给他戴绿帽子不说 还想继续让他当大冤种 他嫌弃地说 我现在就是比较隔硬和恶心 那个虑我的是顾风华的男人 这确实挺隔硬的 我见哥哥没有被打击到 和被伤到 松了口气 他对他丢去一个安抚的眼神 他们以后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所以现在先让他们得意猖皇下 也没什么 你那个女朋友 以后说不定还会哭着回来 求你复合呢 顾青行吃笑 要真有那么一天 我转身就走 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他可以接受 为女人因为不再喜欢自己而分手 却无法接受背叛 还是戴这种绿帽 我笑着说 其实现在发现 他的真面目挺好的 我眨眨眼提醒 和你可以转身看看 更美好的风景 其实在后面呢 比如暗恋你的学妹什么的 顾青行哭笑不得 我突然发现 你有当神棍的前置 我倾笑出声 我掐指一算 烂桃花被砍掉后 你的美运也将过去 你的心桃花快来了 我会保护好他 让他幸福的 顾青行白露我一眼 你差不多得了 不过也将妹妹的话 听了进去放在心里 顾青行指了指手机 对我道 对了 把这些照片转发给我 我和他分手用 每次吵架 那女人就算无理取闹 都要站在制高点 时常委屈地说 他是不是因为他家里破产 嫌弃她了等等 挺会装白莲花和绿茶的 他要主动提出分手 对方绝对又来这么一出 或者发朋友圈之类的 暗示他喜心厌旧 对不起他之类的 他现在对他的性子 也算是了解 所以直接丢证据 让他有点自知之明 当然 这样了他要是都还敢瞎编乱造 那他也不会客气 直接将他这些丑事 在圈子里曝光 我很赞同 这些就是帮你准备的呢 对了 我还有几张两人的谈话截图 我一起发给你 不但有他说的各种 暧昧又聊的话 还有他亲口对齐俊药说喜欢他 还明示可以去他家住的聊天记录 这是从齐俊药手机里发现的 等顾青行看完聊天记录的截图后 脸也快跟着头一扬绿了 这些话 那女人都没对他这男朋友这么聊过呢 说一点都不难受是假的 毕竟是真心喜欢过 在一起三年 将来准备取的人 可现在却真是一分钟都不想等 顾青行这边发分手消息 我的手机也响了 我拿起来看了看 是谢玲打来的视频通话 我毫不犹豫的直接挂断 并将人拉黑 这家伙肯定是看我发的朋友圈 知道我没死 所以就打来了 这种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渣男 我才懒得理会 顾青行发完消息 看到妹妹拉黑谢玲 她赞同的说 干得漂亮 接着忍不住感叹 我们兄妹真是实惨 遇到的不是极品家人 就是被恋人背叛 我面带无奈的说 是啊 实惨 谁让我们兄妹 都是小世界的炮灰呢 要给女主铺路当衬托 接着我话风一转 不过没事 之前的21年实惨 之后的下半辈子 就该咱们享福了 顾青行笑着说 你说的对 以后轮到咱们享福了 兄妹俩将这些烦心事 和糟心人丢开 聊起了对未来的打算和规划 国外一家酒吧 冷一路挂完电话后 脸上还在带着怒气 她是真的很生气 顾青行直接和顾家断绝关系 之前顾青行转给她的几千万 被她爸拿去 开了个医疗小公司 就是想让顾青行 去顾家打个招呼 让顾家给她爸的公司点汤喝 谁知道她说断关系就断 都没提前再和她询问下意见 她喝了杯酒 扫了扫手机 按照以往的惯例 十分之内顾青行 就会打电话来哄自己 然后她就要求顾青行 主动回顾家去认错 说断绝关系是开玩笑的 她要是不同意 她就拿分手威胁她 顾青行那么爱她 对她那么好 肯定不会舍得分手 只能听她的去顾家求和 摊上这么个任性妄为的男朋友 她也是挺无语的 怎么做事就那么冲动呢 正想着 手机响起了提示音 她一看 发现是顾青行发来的未聊消息 她眼中带着几分得意 果然才过去几分钟 她就发消息来道歉了 点开消息框 看到里面的内容 冷一路脸上的笑容 完全僵住了 她没想到 这竟然是一条分手消息 顾青行怎么会主动提出分手 她是不是疯了 她没有犹豫 立即发了质问消息过去 接着收到了十几张照片和截图 看完之后 脸色瞬间变了变 接着顾青行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 分手之后我们就没关系了 以后你在国外的所有花销 你家里需要的钱 都去找你真正喜欢的男人要吧 以后咱们不要再联系了 这次冷一路脸色又变了变 想了想 她习惯性反客为主 准备问她 这些照片哪里来的 她居然监视她吗 然后引导解释 说这不是真的 她在服软道个歉哄哄她 让她不要分手 谁知道消息却发不过去 她被她拉黑了 冷一路心里第一次感到心慌 拿起手机拨顾青行的电话 才响了几声就被对方挂了 再打过去也被拉黑了 用了好几种办法 都没能联系上顾青行 她才感觉到有些茫然 对于顾青行 她曾经是真的喜欢 也是她先追的她 可在一起三年 又有一年多长时间分隔两地 她对她的激情越来越少 不过也没想过分手 直到遇到了齐俊耀 她没忍住深深地被她吸引 不由自主地移情别恋 但她虽然挺照顾她 却告诉她 她国内有一个女朋友 所以不能和她在一起 哪怕她提出 被地里偷偷在一起 她都婉拒了 越是得不到 她就越想得到和征服 觉得齐俊耀带着一种神秘感 很让她迷恋 可她也知道 自己就算喜欢迷恋上齐俊耀 也不会放弃顾青行 毕竟对方是她的生活保障 只是她没想到 顾青行会发现这些 更还有她和齐俊耀的聊天记录截图 按照顾青行的性子 不可能让人查自己 那就是有人要搞她了 她对顾青行的感情已经淡了 可突然被分手 她却发现自己接受不了 她不能坐以待毙 可想了一圈 也没想出自己身边的人 谁能拿到她的聊天记录 想了想她给齐俊耀打了个电话 另一边齐俊耀满脸阴沉地坐着 地上堆满了一地被砸的东西 手机想看到来电 她闭上眼睛让自己先冷静 今天对她来说太糟糕了 早上她那个父亲打电话来质问 她为什么要害齐叶白 她不承认 对方就发来了 她远程操控安排人 联系上齐叶白保镖 让对方推齐叶白下水的证据 然后停了她的所有卡 收回了对她公司的投资和帮助 更扬言以后不要再来往 让齐俊耀更心烦的是 没过多久又接到风华打来个电话 我脱离了她的安排和掌控 不但跳海活着回去 还联合顾清行去顾家 主动断绝关系 还逼得风华扑扑紧退不说 名声也被两人败坏了 她还没想出 要怎么改变计划 报复齐家那三口人 收拾过我们兄妹 现在冷一路竟告诉她 他们在一起接触的照片 以及聊天记录截图 被人发给顾清行 而顾清行主动和冷一路分手了 她的所有计划 全部被打破不说 背后还可能多出来一个隐藏的敌人 这是让她最难受的 所以她才迫不及待的 要主动去见冷一路 等对方发来定位 她拿着车钥匙 走开着前往 到了酒吧 齐俊耀皱了皱眉头 找到冷一路走了过去 我们去外面说 这里太吵了 还不方便说话 很可能被人偷听 冷一路看到她过来 像是找到了主心骨 点头起身 谁知道因为之前喝多了 站起来的时候 头有点晕身子一软 直接摔到齐俊耀的怀里 齐俊耀低头闻着 她身上酒味混杂着香水味 差点恶心的想吐 伸手将她推开扶好 忍着不耐道 小心点 而刚才的那一幕 两人像急了情侣抱在一起 被人偷偷拍了下来 冷一路站稳后 跟着齐俊耀去了她的车上 齐俊耀直截了当地开口 将顾青行发给你的消息 给我看看 冷一路将手机递给她 齐俊耀看完照片和截图后 脸色变换了下 她问 你的聊天记录 会不会被谁偷看截图了 冷一路摇摇头 我已经深想回忆了一点 现在就一个人住 手机从来没有离过深 也没有接个水过 所以不可能 所以我才想问问 是不是你那边被人截图了 反正不是要搞她 就是要搞齐俊耀 齐俊耀是黑客 对手机的严谨重视度更高 除了顾丰华 从来没有让人碰触过 她眉头皱得更深 我怀疑我们的手机 被黑客入侵了 我再看看 她自己的手机 来之前已经检查过 并没有发现被入侵的痕迹 现在又检查了一遍冷一路的 同样没有发现被入侵 这只能说明 他们的手机没有被人入侵过 这些截图 不知道是谁 偷偷从冷一路手机里弄倒的 还有一个可能 有一名比他技术更高的黑客 入侵了他们的手机 却消除了所有的痕迹 连他都没有发现 而他最担心的是第二个可能 冷一路看他检查完 怎么样 他知道齐俊耀是这方面的高手 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出了名天才 开的也是网络数据公司 齐俊耀摇摇头 手机暂时没看出来 有入侵的痕迹 冷一路摇摇唇 那我们该怎么办 他在国外所有开销 都是顾亲情给的 不但如此 每个月他还会和他要钱 转给娘家 现在被分手和拉黑 他接下来怎么生活 齐俊耀也心烦意乱 想了想说 我准备回国一趟 你呢 他在国外做的是被发现 他那个跌断了对他的所有支援 更不认他 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弄死齐叶白母子 然后将老头子生病 并丢去疗养院 将齐家和齐叶白母子的财产都抢过来 这些都是他应该得的 最后再气死老头 为母亲和自己报仇 现在他这个计划还没实施 就被发现彻底踢出齐驾 这怎么可以 老头既然不认他 还那么绝情地断了给他的支援 那他也不用再顾忌了 他要回去将齐驾搅和散 也让豪门圈里的人知道他的存在 他不能在国外坐以待地 冷一路不想回去面对 曾经那些豪门千金朋友们 那你先回去查一查 我再看看 齐俊耀没耐心陪他周旋 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我送你回家吧 不清醒那边再和你联系 或者发生什么事 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 后续下载书期小说 搜索灰心女配出来 第一个就是 对于原文77张